下一个 那我们刚刚谈到平面应变的时候 我们说如果L1等于空气和平面应变的误差 可以做修正 那我们平面应力解 这个Zindependent 因此我们长调一下 一般我们说的平面应力解 指的是Zindependent平面应力解 因为我们多加了一个假设 那我们先来的问题是 如果 那平面应力解 有没有办法修正 首先第一点 各位可以回去翻一下第二节的讲义 跟第三节讲义 你们看 我平面应力的公式 跟平面应力的公式是非常类似 只有应力应变关系室那边 有一个系数不太一样 剩下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就想知道 我平面应力解 的这个概念 我有没有办法修正 好 我们修正的方式是 如果H很小 我不算真正的每一点的答案 我算我厚度的平均值 这个就等于 我们说 假设这个厚度很小 我真正的答案呢 变化不会太大 那我不要算 我就直接算它的平均值 把每一点的加起来 除以2H 我算它沿着厚度的平均值 看看怎么样 因此我们现在就算 我不要真正的找每 这是一个平面问题 我不要找每一层的 应力应变 我找每一层的 每一 沿着厚度 每一点的 应力应变的值 加起来平均 所以因此我们要找的 我们想解的是这个答案 UI的 UI就等于每一点 然后从-H到H积分 除以2H U跟星码一样 我们现在要找的是这个 上面有画Vigo 这就是代表平均值 我不要解每一点的数据 我解它的 沿着厚度的平均值 那 Govitation 如果我要解的是 厚度平均值 我的Govitation 会变成怎么样子 我们要一个个来解释 就是把每一个值 都从-H到H 对积积分 然后除以2H 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UZ UZ你们不要忘了 只要是平面问题 UZ是反对称 沿着Z 所以它对Z的积分的平均值 一定等于0 我们有证 倒不在那边细讲了 因为这很明显 它是反对称 所以第一个 我们这样通常差点 哎呀 所以第一个 UG等于0 假定我要算平均值 我就知道U率一定是等于0 这已经知道了 第二个呢 我们看看YZX YZX等于是二分之一的UG对X的积分 加上UX对Z的积分 那我们先看第一项 第一项UZ对X的积分 U率对X偏为分的DZ 我可以把偏为分给挑出来 就变成UZ对Z的积分 UZ对Z就是平均值 我们知道等于0 所以第一项等于0 第二项呢 是UX对Z的偏为分积分 那PASUZ跟DZ消掉 就等于UXDUX DUX的话 那就是等于UX在H的值减掉 UX在负H值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平面问题UX是对称的 所以这一点等于0 所以很容易证明 UZX等于0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证明UZY等于0 所以 我算平均值的话 这是自然为0 只要平面问题 这三个就自然成立 这个没有任何的假设 那当然 这样子的话 我的SIGMAGX 跟SIGMAGY平均也等于0 所以如果我算平均值 15个位置数里面 有5组 自然为0 只要你算平均值 算平面问题的平均值 就是这个结果 自然会为0 因此15个位置数 只剩下10个 我们要算它的平均值 好 再下来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检查 Govern Equation 第一个 先检查应变位移的边界条件 位移 应变位移的 第一个 YX是等于UX对X的微分 因为它们都跟Z无关 所以两边的积分 结果还是一样 所以代表什么呢 YX的平均值 就等于UX的平均值 对X的积分 同样的道理 YY对X的平均值 对Y的 抱歉老师讲昏头了 YY的平均值 也就等于是 UY的平均值 对Y的微分 YXY的平均值 就等于二分之一的 UX的平均值 对Y的微分 加上二分之一 UY的平均值 对X的微分 这三个 应变位移的关系 是没有问题 然后YZY跟YZX 平均值都等于0 那是我们刚刚已经证明的 我们这样子 剩下最后一个 YZZ的平均值 等于什么 那就等于partialUZ partialZ 对Z的积分 从负H到H 这就是YZZ的平均值 可是呢 帕修UZ 那这个很明显 这可以消掉 这就变成DUZ 所以变成是UZ XY H的值 上是等于在端点的UZ的位移 除上H 这是一个关系式 只告诉你 如果你知道UZ 你就知道YZZ的平均值 但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告诉各位 YZZ的平均值 也会跟UZZZ 和UZZZ的平均值有 我们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来算 和正面来算 我们真正的六个方程式 也只要用三个 另外三个都已经是知道了 两个等于零 一个有明确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要用三个 这个是应变位移的关系式 那我们下面看看 应变跟应变的关系式 第一个还是一样 SIGMAXX 就等于浪达 乘上那个Q 就是F0X加F0Y加F0Z 那也是一样 都无关 所以我们的平均值还是一样 SIGMAXX的平均值 等于浪达 乘上这个Q 再加上两倍的μ F0XX的平均值 而这个Q呢 就是等于 F0XX加F0Y加F0Z的平均值 三个平均值相加 那SIGMA第二个 SIGMAYY也是一样 第三个SIGMAZZ 写起来 也是一样 那后面的SIGMAZX SIGMAZY SIGMAXY 事实上 也是一样 当然 我们已经知道 这几个里面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 因为 因为F0ZX跟ZY的平均值等于0 所以SIGMAZX跟SIGMAZY等于0 所以前面这六个里面 我们已经有两个不要用了 然后第三个 我们看看SIGMAZZ的平均值 首先 我们 我们已经知道 在正负H 四百分之一等于0 然后我们看 第三个平均方程式 五百分之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的第三个平衡式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是平均的平衡方程式 可是我们知道 这两个平均值都等于0 所以这个等于0 意思我们得到什么呢 SigmaZ的平均值 对Z的微分等于0 那一个函数 SigmaZ在两端点等于0 它对Z的斜率等于0 所以它的函数就是类似这样子 因此我们这边有一个假设 这个就是这个减的假设 我们只假设 因为这两个原因 所以我们假设 这是唯一的假设 我们假设四个MZ的平均值等于0 记得这个是假设 可是这个假设呢 比平面硬力的假设呢 有效一点 它这个结果很像平面硬力 可是我们平面硬力 你们仔细看 差别在这 我平面硬力是假设 这三个值都为0 可是我现在这个呢 这个是平均值 它自然为0 所以我只有这一个假设而已 我只假设SigmaZ的平均值等于0 不像我们平面硬力解 平面硬力解是假设三个都 三个都假设为0 可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求的是平均值 另外两个自然为0 所以我唯一的假设只有这个 SigmaZ的平均值等于0 所以这个假设 比ZIndependent平面硬力解的假设 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这六个硬力面关系是 也只剩三个要用 SigmaXS的平均值 SigmaYY的平均值 跟SigmaSY的平均值 剩这三个 跳了一眼 好 那如果SigmaZ的平均值是等于0 假设我们SigmaZ的平均值是等于0 那我们刚刚讲的 从这一式 从这一式 SigmaZ的平均值等于0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的AptionZZ 等于这个 等于负的这个浪达 除上浪达加两倍 没有AptionXS 你们看 这个跟刚刚平面硬力解释一模一样 只不过平面硬力解释算单独的值 这是平均值 但意思还是一样 意思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是我的AptionZZ 跟AptionXSYY的关系 然后我的Q加起来就会等于这一个 那最后我的硬力 SigmaXS平均跟SigmaY的关系 就可以写成这个 只Function of AptionX跟AptionYY 因此 我们这边 这个七个里面 有五个 这七个里面 有五个等于0 4档Z 然后AptionZZ 我也知道了 它等于一个系数乘上 AptionX加上AptionYY 的平均值 所以这边七个我们都晓得 五个本来就应该是0 有一个假设为0 另外一个可以写成 跟AptionX和AptionYY有关 所以位置数又只剩八个 但是呢 我们这边现在已经找到了 六个方程式 还剩两个 就是平衡方程式 那我们看如果我要取平均值 我的平衡方程式 会被简化为什么样子 第一个 我们看第一个 这边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本来这是原来的 这是原来的 SigmaXA对X为分 加上SigmaXY对Y为分 加SigmaXZ对Z的为分 再加上RawOBX 那我通通把它对DD积分 然后这个对DD的积分 事实上 因为这是它无关 就是等于SigmaXS的平均值 这个对DZ的积分 就会变成SigmaXY的平均值 没有问题 这个就要小心 因为它也是DZ 所以我们先写在这边 2H分之一的负力到Z PartialSigmaZ PartialZDD的积分 再加上RawO 这个呢 第一点 这一项没问题 因为Bα跟Z无关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RawOBα 还是一样 那这一项呢 我们可以DDDD 这本来是SigmaZZ 对Z的积分 SigmaZZ对Z的为分 再对Z的积分 所以这两个可以消掉 就纯粹的变成了SigmaZZ SigmaZZ对Z的积分 对不起 是SigmaZZ 老师昏头了 这边是SigmaZZ 第三项 本来这一项是SigmaZZ对Z的偏微分 我们把它积分以后 变成-H 变成-H 到正-H DZ 然后这个消掉 就-H到H D的SigmaZZ的积分 所以等于SigmaZZ 在H的值 减掉SigmaZ 这两个都等于0 所以等于0 因此 这一项最后不见 所以我们第一个平衡方程式 变成下面所显示的这个式子 SigmaZZ的平均值对X的积分 加上SigmaXY的平均值对Y的积分 再加上ROROBX 同样的道理 第二个方程式也可以写成这个 写成这个形式 因此我们再有两个平衡方程式 第三个呢 就是SigmaZX 对X的积分 第三个应该是SigmaZX的平均值 对X的积分 加上SigmaZY的平均值对Y的积分 加上SigmaZG的平均值对Z的减分 记得没有BZ 所以只剩下这三项 而这三项里面我们已经知道 头两项SigmaZX的平均值 跟SigmaZY的平均值本来就等于0 所以这个没有了 只剩下SigmaZG的平均值对Z的积分 但是我们前面也有假设 SigmaZG的平均值就等于0 所以整个就是0等于0 所以第三项不存在 因此我们现在得到 如果我的目的 是要找平均值的话 不是找特定值 我要找平均值的话 我15个GV可以选 简化成为8个 而这8个呢 可以找出来 这8个的平均值 另外的7个数字 在这边 5个本来就等于0 唯一的一个 我们假设为0 SigmaZG平均值 让YZ平均值 可以算出来 然后配合 这是我的位移边界条件 以及这是我们的 硬力边界条件 位移边界条件 也是一样 就是U1 UX的平均值等于U1 UX U2 Y的平均值等于UZ等于0 然后位移边 边界 位移那个 硬力边界条件 应该有这三个 在侧面 应该有这三个 同位两个 照样换过来 没有问题 第三个 应该是 第三个边界条件 应该是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三个平均值 本来就都等于0 所以第三个边 就变成0等于0 所以剩下两个 硬力边界条件 在我们的侧面上 只剩下两个 第三个本来就是0等于0 因此 我们现在知道了 如果你假设 Sigma Z的平均值等于0 这是我们的假设 假设这个等于0 然后配合 这八个Government 可以得到这个 当然这种边界条件 然后 我要强调 假设这个等于0 配合 这八个Government 可以得到这个 当然这种边界条件 然后 最后呢 加上 这几个都等于0 以及YZZ 可以换成 YZ 负的浪打 除上浪打 加2倍的mult YXA 加YY 平均值 整个这个解 我们叫做 Generalized Planes Trace Solution 也就是我解出来 是平均值 而这个的结果 首先我们可以告称 告诉各位 诶 这么样讲什么 这个 用我们这边看 如果 我们解的是 我们是假设Planes Trace 我们比较一下 我们比较一下 真正的 这个 你们首先先比较一下 自己回到第三节 翻一下 这八个Govere Equation 跟七至三节 平面音乐的Govere Equation 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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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这边的每一个 变数上面 多一个Vigo 表示我解的是 平均值 七至三节 表出来 解的是 某一个平面的值 而这两个答案 因此 他解出来的答案 事实上是一样的 因为Govere Equation 跟一模一样 只是解释不同 如果是Planes Trace 我们是这个假设 Dindependent 如果是Generalized Planes Trace 我们只有这个假设 很明显这个会比这个准得多 那实际的意义 那实际的意义 是这个样子 我画了大一点 以应你来 假设这是我的标准答案 是这个曲线 如果我们是解这个 我就是说我解释的 每一点的值是这个东西 我说这个是我解释的 每一点的值 那我就要跟这个来比 因此 很多地方你就会有很大的误差 可是如果 我说我解的叫 Generalized Planes Trace Solution 我指的是这个假设 也就是说 我解释的值就是平均值 这个就是我的平均值 那我平均要跟谁比 跟这个的平均值比 那这整个平均值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的平均值 这直线 所以它的误差只剩这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结果是这样子 也就是人告诉你们 如果你做的是平面硬力解 你就说 你解释的答案 不是某一层的答案 那我说个层答案都一样 这样的话你是跟这个来比 答案误差会很大 如果你现在反过来说 你解释的平面硬力解 是我的平均值 那你就要跟实验值的平均值来比 你的误差就会小得多 这个就是修正平面硬力解的方式 我来强调一下 如果你们解的是平面硬变解 我们是解一个平面的答案 那我要修正要考虑西九 problem 如果你是解的平面硬力解 你们仔细看 这个方式跟平面硬力是一样的 我就说我解的不是 我再讲清楚一点 如果你是说你解的是 Z1比T1的Plan1 你解 你就说你解的是某一层答案 各层答案都一样 那你要跟实验值比 就要跟每一层的真正实验值比 那有些地方你的误差就会很大 可是如果我宣称我解释的答案 就是平均值 我不是某一层的 是整个答案平均值 那我就是跟实验值的平均值来解 而这实验值的平均值可能就是这么大 那我会跟你们误差 就会小很多 这个就是你们解释的方式 所以我要强调 如果你们解出来的是 平面 解的是所谓的平面硬力 你们就宣称 你们的答案是间论来自平面硬力 也就是说你解释的答案 不是某一层的答案 是个层答案的平均值 你既然解的是平均值 你要比较 当然就要跟实验值的平均值来比 你的误差就会小 如果你说你解的是个层的答案 你就要跟实验值的个层来比 那很多地方你的误差就会变得很大 这个是主要的差异性 好 我们把它通通总和起来 整个的平面问题 事实上 它的Galvin equation 就是类似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现在用张亮的写法 记得旁边的这个AptionAlpha Gamma 是Alternative Symbol 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是二维的Alternative Symbol 所以第一个是因编位移关枝 第二个是因编位移关枝 第三个是平和方程式 只是这边的Aption 这很容易搞混 可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二维的只有两个下标 然后我们整合起来的话就是 你们看只有这边有差 一个浪达一个浪达 这两个如果是平面应变 我们这下面有讲 平面应变 你这里面的浪达 就等于浪达 平面应变 或者減染的平面应变 你的浪达 就是等于这个值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整体的 整个平面问题 就是简化成为这个形式 这只告诉各位 平面应变解 跟平面应变解 只差在这个系数 就这里面的这个系数 世界上都一样 然后如果H趋进无穷大 我们得到平面应变解 平面应变解指的就是 我解的是二维 解出这一堆 代表某一个平面的答案 那我每个平面的答案 我都假设它是一样 你要跟实验值比 它会有误差 但是我可以用铝细球problem 来修正 如果是平面硬力解 假定你解的是所谓的 Zindependent的平面应变解 你的假设就是这一堆 那你解出来答案是每一个平面的应变 你要跟实验值每个平面的应变来比 物差会很大 可是同样的方程是 如果你解的是叫 尖用来自的平面应变解 意思是你解出来的都是厚度平均 那你的答案就是跟实验值的平均值来比 你的物差就会小很多 就讲的 我们刚刚给各位看是尖用的式子 如果是尖用来的平面应变的话 这边都代表的是 都代表的是我们的平均值 我这边再强调一下 所以各位要记得 这个跟你们在这就讲的 因此如果你要解所谓的平面应变解 第一个 要先确定你们题目是属于平面问题 这个跟邦罪的condition有关 不是平面问题就不要去想 你当然还是可以硬搭二维来解 但是答案是错的 而且平面应变平面应变不是说 我们把问题化成二维 是把方程式 只简化成为二维的方程式 方程式简化成二维 实际答案还是适用在整个三维结构 那如果你们是所谓工作件很薄 你就说你解出来的答案 你在写文章的时候你就要解释 我这个答案就代表于所有的位移场 应变场 应变场 沿着厚度的平均 你这样子来解释 说这是我的平均值 而不是每一层答案都一样 那它你要跟实验值比 就会接近的多 剩下这一点点我们下个礼拜再说 提 所谓的平面问题指的就是说 我们谈到的受力物体是一个right cylinder 它的截面一定跟它的轴线垂直 但是截面的几何形状可以是任意 基本上可以是任意形状 然后这个工作件我们的受力就是两端不受力 只有在侧面受力 而且不管是它的位移边界条件 还是它的traction边界条件 都跟Z轴无关 假设Z就是沿着这个right cylinder的轴线 跟Z无关 只跟X和Y有关 那如果包括body force 如果包括body force 那在这种条件之下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平面问题 会把这种问题叫做平面问题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会发现 它在某些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的government equation 会从三维的变成二维的 然后呢我们在上个礼拜 跟各位介绍了三类 第一个我们跟各位介绍的是 介绍的是所谓的平面应变 就是假设这个right cylinder的高度 是够大的话 我们可以假设 因为它是高度够大 所以我们的假设就变成 X方向的位移 只跟X和Y有关 Y方向位移 只跟Y有关 Z方向的位移呢 事实上是等于0 依据这个假设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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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假设之下的话 我们会发现 Y的ZX Y的ZY 还有Y的Z 这自然是等于0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在这个假设之下 我任何一点的应变场 这三个一定等于0 所以我把它叫做平面应变 同时在这个假设之下 我们会发现 15个government equation 6个应变与位移 6个应力跟应变的关系是 还有3个应力平衡方程式 会简化成为8个方程式 而这个8个方程式 都只是function of X 跟 Y 那因此呢 由这8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解出来 SIGMA XX SIGMA YY SIGMA XY YXX YY YXY 又X又Y 我们可以解除 依照 也就等于说 这15个方程式 可以简化成为8个 而这8个就变成了二维方程式 这8个二维方程式 可以解出来这8个场 这8个field 三个应力 三个应变 三个位移 然后同时呢 我们会知道 我们会知道 因为U sub Z 已经等于零了 这两个等于零 SIGMA ZX SIGMA ZY 也都是等于零 然后最后一个 SIGMA ZZ 是function of sigma X SY 事实上 SIGMA ZZ SIGMA ZZ 等于 SIGMA ZZ SIGMA ZZ 因此 你们要记得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平面应变解 所以我们要再强调一下 平面应变解 不是把一个三维的问题 简化 三维的几何问题 简化成为二维几何 好像我们只考一个平面 平面应变解 指的是在我们假设H够大的话 在这个假设之下 在这个假设之下 我们15个government equation 本来是三维的 是government equation 简化成了二维的government equation 简化成了二维的government equation 然后呢 这二维的我们就可以解除这八个 但是不代表我们不考虑另外七个 这七个都有答案的 有的是零 有的是 就是function of 这一个的解 那我们解出来的答案 理论上 针对这一个sling的来讲 比如说这是一个sling的 我们解的只是中间平面 但是我们说 这一堆答案 适用于任何的一个平面 都适用 也就是说 我们假设每一个平面的答案 每一个平面的答案都一样 这就是我们平面应变解 那当然 平面应变解 最大的缺点就是 因为sigma Z 等于poisson ratio 乘上sigma XX加sigma YY 所以它在两端 因为我们已经讲了 在两端 Z等于正负H的时候 sigma Z要等于0 而在两端 通常sigma X加sigma YY不等于0 所以这个解 在两端根本是错的 不满足两端的边界条件 所以整个答案都有问题 这就是它的误差原因是在这 这个是它的误差原因 那我们修正的话 我们讲的 可以解所谓的 履息灸problem 如果我们是只有 硬力边界条件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找出 履息灸problem的solution 这是平面硬变解 因此我再强调一下 平面硬变解 解的是一个所谓的平面问题 基本上平面问题 意思就是说 这种问题到时候 可以简化成为二维的方程式 但是不是代表 我们是考虑一个面 我们是说 解出来一个面的问题 我们认为它代表每一个面 每一个面 Z等于任何值的面的答案 我们都说它是一样 只是实际上是不一样 我们讲过 平面问题不代表 它的答案跟Z无关 它答案实际上 还是functionof Z的 这是平面硬变解 然后呢 那如果说 这个厚度很薄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所谓的 平面硬变解 但是我们的平面硬变解 指的是Z independent的平面硬变解 也就是等于说 我们就直接假设 所谓的平面硬变解 基本上来讲是这两个假设 我来强调 平面硬变解 不是只假设这个 它是这两个假设 是这两个假设 因此呢 在这两个假设之下 我们还是一样 15个方程式 可以简化成8个 这八个还是可以把这八个 给解出来 解出来以后 相对应的就是 相对应的 解出来以后 相对应的是 这两个还是为0 这个就不等于0了 OK 这个不等于0 然后嘛 这边也是为0 这边也是为0 另外是 等一下 ApionSing 好 USub的也不为0 然后 ApionZG ApionZG 可以Function of ApionX ApionYY USubZ 可以从ApionZG解出来 直接用积分可以解出来 这个就是 ZIndependent的平面硬变解 而这个解最大的缺点 就在这个假设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 就算是平面问题 虽然我的边界条件 跟Z无关 可是我实际上 各点的位移 应力应变 还是会跟Z有关 还是会跟Z有关 所以那我们假设呢 这个是跟Z无关 所以这是一个最要 这个是最严重的假设 因此它跟实际的实验值 会不合 所谓的跟实 所谓的跟实验值不合 就是说你去量各点 沿着自己各点的位移 它的值都不一样 而这边是假设 这边的答案是说 通通一样 那当然就会有它的误差 那第三个呢 我们就 我刚忘了讲 我这一页就是 会简化成为八个 Govny困境 就这边所显示的 这个第十二 也这边所显示的 那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得到了第三种 平面硬利解 叫做 generalize 平面硬利解 事实上 generalize 平面硬利解 跟 the independent 的平面硬利解 方程式是一模一样 所以解出来的答案 是一模一样 只是解释不同 如果我们说是 generalize 平面硬利解 我们就说我们解出来的答案 是沿着厚度的平均值 这样的话跟实验值 就比较容易吻合 跟实验值就比较吻合 例如如果我们现在 谈到硬利那个位移 X方向的位移 实际的位移呢 可能是这个样子 实际位移可能是这样子 如果我是 the independent 的平面硬利解 the independent 的平面硬利解 我们解出来的答案 就是说 我真的解的是 这一层的答案 那我说每一层的答案都一样 那当然它可能误差 就都会差很大 可是如果说 这整个的平均值 就是这个样子 我说我解的也是平均值 那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误差就很小 而接着来自的 平面硬利解里面 只有一个假设 它就是假设 Sigma ZG的平均值等于0 这是唯一的假设 因此假设越少 你的误差就会越小 假设越少 你的误差就会越小 所以如果工作件很薄的话 你们不要说你们解的是 所谓的平面硬利解 你们说你们解的是 接种来自平面硬利解 意思就是说 我解出来的答案 不是说代表每一层的硬利 都是这个 我解的就是所谓的平均值 原则厚度的平均值 就是说我的物理意义 就叫原则厚度的平均值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跟实验值的误差 就会比较小 比较合理 这是我们这一章很重要 要告诉各位的 好 那我们前面呢 跟各位介绍了这些equation 二维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 我们也在前面就讲过 第五章我们就讲过 如果我们真的是 要只解硬利的话 假定是一个traction的问题 我们只要解硬利 那我们的government equation 有两个 一个是硬利平衡方程式 一个是硬利的 compatibility equation 所以我们下一个 跟各位介绍 二维的时候 硬利的compatibility equation 会怎么样 如果是在二维 你要介绍硬利的 compatibility equation 因为我们当初的 compatibility equation 是硬变的 所以我们是要找到 把硬变改成硬利 而这边的硬利 硬变方程式 是trace in terms of 硬变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反过来 变成是 y等于sigma的函数 但是这边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 它叫 前面这个lump 这个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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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把 我们要把 第一点就是把 y alpha beta 摆过来 然后变成 y alpha beta in terms of sigma alpha beta 可能这边有个 y gamma gamma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 y gamma gamma 是等于什么 那要知道 y gamma gamma 等于什么 我们就把这边 sigma alpha beta 改成sigma gamma gamma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呢 跟各位的介绍 跟各位的介绍 就你们这边 本身所看到的 如果 如果 从刚刚的 因例一变方程式里面 我们这边 可以得到 我的 sigma gamma gamma 也就把 刚刚那个式子 alpha beta 改成sigma gamma 我们会得到 这一式 得到了 这一个式子以后 那就很明显 我们就 反过来就变成 ε gamma gamma 可以fn of sigma gamma gamma 所以 再带到 刚刚的 因例一变方程式 我们就会得到了 下面的这个式子 OK 得到了这一式 这一个 就是刚刚的 这个方程式的 反过来 都是因例一变方程式 这个是 以知道应变求应力 对不起 这个是反过来 这个是反过来 知道的应力 求应变 这是反过来的式子 我们得到了 这一个 就是 那个 那个应变 in terms of 应变 知道的应变 可以求得应利 然后呢 我们到这边 下面这 这个就是 二维的 应变平和 二维的 应变的 compatibility 我们把上面这个式子 带到这边 化解一下 就可以得到了 下面这一项 这个中间 这个证明的 化解的过程 我们就不在这边 多写了 OK 基本上 这个就是结果 所以这个你们所得到的 就是 应利的 compatibility 其实我们这边有个符号 viewhead 这个viewhead 事实上就等于这一个 而这个浪打head 你们还记得 如果是平面应变 它就是等于浪打 它就是等于浪打 那么 这下面 你们这边在这下面 所看到的 这个浪打head 如果是平面应变 它就等于浪打 如果是平面 zindependent 或者generalized 的planet trace的话 它就是等于这一个 这就是浪打head 给各位回顾一下 然后 那我们所谓的viewhead 只是 这样的打字时候 方便一点 少打一些东西 所以viewhead 事实上就等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就是 这个laplacin 二维的 那你们只能看 我们这个 应力的平衡方程是 等号左边 就是laplacin 的sigma αα sigmaαα 记得就是等于 sigma11 加sigma22 加sigma 就只有sigma1 加sigma22 这是应变的 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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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变的硬变的 硬变的硬变的硬变 所以 那我们可以说 如果 你是二维的 就是 假定 我们现在解的 是这个平面问题的话 如果你只要解硬变 硬变 硬变 那 这个就是我们的 硬变的硬变 平衡方程是 加上 硬变的硬变 硬变 那有关这个平面问题的这个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 解平面问题就我们讲的 我们常常是从硬利着手 我们解的就是这一个 但是这个也还蛮啰嗦的 这个也不好解 所以呢 针对二维 这我再强调 我们下面要讲的 只有针对二维的方程式才是用 针对二维的问题的时候 这边我们还有一个忘了补充一下 从前面这个compatibility equation 你们可以看得到 我的硬利跟材料系数有关 因为等号右边有材料系数 如果 这是通常的状况啊 如果我这个body force的bα,α 也就是diversion of body force等于0 通常如此 因为body force 我们通常指的是重量 重量呢是constant 所以diversion of constant 是等于0 所以通常如此 如果diversion of body force等于0 也就这个方程式等号右边等于0的话 那就很明显了 这两个方程式 就通通跟材料系数无关 这个时候 我们的硬利就跟材料系数无关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硬利二维的问题 硬利是跟材料系数无关的 但是也是提醒一下 硬变跟位移一定是跟材料系数有关 硬变位移就一定是有关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个 所谓的Iris A-I-R-Y 这是人名 专有名词 Iris Trace Function 这是专门 我再强调 这是专门用来解平面问题的 Iris Trace Function 这个呢 基本上我们的观念 事实上 我们在前面讲到 Z-independent的Potentary 我们就有提到 它的基本概念 事实上 就是把这两个方程式合起来 因为这只有两个方程式 我们基本上呢 我们在解的是三个位移数 Sigma XX Sigma Y Sigma 所以可以把它合起来 剩一个位移数 那这个位移数 就是所谓Iris Trace Function 我们先告诉各位结论 假设 我们的Body Force 是守恒力 回顾一下什么叫做守恒力 如果一个力量是守恒力 而这个外力呢 对物体所做的功 会跟路径无关 这个叫守恒力 如果一个力量是守恒力 它会有一个相对应的 未能函数 Potential Function 那我们这边就假设 如果守恒力 会存在一个函数 我们这边的底范叫Omega Omega 事实上就是你们各位 所学到的未能 使得我的守恒力 就是等于 这个未能函数 对坐标的微分取负值 这个跟你们在应用力学 所学到的概念 是一模一样 OK 跟应用力的所学的一模一样 你们可以去对一下 也就是讲 如果Body Force 是守恒力 只要Body Force 是重量 那一定是正确的 重量是守恒力 会存在一个Omega 这Omega 事实上你们可以旁边注明 就是未能函数 所以使得我的Force 等于负的Omega 对α为分 也就对坐标的为分 对X对Y的为分 那我们就直接定义好了 我们说Sigma 然后也说存在 会有这样的函数Fight 所以SigmaXX等于Fight 对X的两次为分 加Omega SigmaYY等于Fight SigmaX等于Fight 对Y的两次为分 加Omega SigmaYY等于Fight 对X的两次为分 加上Omega SigmaXY 也就Sigma1 2 是等于负的Fight 对X或Y的为分 跟或是对XY X2的为分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OK 如果 我们的应力是这种形式 你把它带进去 它一定满足我的 应力平衡方程式 这个意思就是 我变成只要解Fight就好 Fight的Government Equation 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这个Fight 就是Trace Function 也就是说 一般如果你们有看到Paper 如果我们是做理论解 而这个题目是平面问题的话 大部分我们都会设法把它变成 直接解Fight 直接解Fight 这个Fight就叫做Aries Strange Function OK 就叫AriesStrange Function Fight的Government Equation 我再强调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然后如果用张量的形式写法 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边你们就要 大家要仔细 这边的Epsilon 是Alternative Simple 像我们下面定义的 Epsilon11等于0 Epsilon12等于11等等 这边的Epsilon是Alternative Simple 它看起来跟应变符号一模一样 很不幸的 只是我们下面这几页不会谈到应变 所以你们只要看到Epsilon 就代表它是Alternative Simple 二维的Alternative Simple 这个就是上面这一式 张量的写法 然后 首先 我们讲它的Government Equation 我们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绍 但我们这边告诉各位 这可以证明的 依据那个Government Equation 所解出来的Fight 答案一定是Unique 它 其实也不是真的有Link 它可能有很多答案 但它的每一组答案误差 都只是这个函数 Affine Function 所谓的Affine Function 事实上就是NNN Function 你们看 这就是一个线性函数 这个就是线性函数 AX1加上BX2加C 这是一个线性函数 就是说 依据我们等一下 会给各位看到的Government Equation 我们这边写给各位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告诉各位 它怎么来的 这个Fight的方程式 就是二维的 怎么老是还要写这个 结论来讲就是这个 这是在忽略Body Force的效果之下 就是这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 如果是这一类的这个方程式 Nablan Fight等于零 我们叫做 Harmonic Equation 这个是由两组 所以我们叫By By Harmonic Equation 我们讲过 会有这个Harmonic Equation 因为这一类的方程式 解除来的答案 都是Function of sin 虚打 cos 虚打 sin 虚打 cos 虚打 我们就叫做Harmonic Equation 所以这个Harmonic Equation 这个叫By Harmonic Equation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这个怎么来的 基本上这就是 Fight的Government Equation 然后 那 提问我们 这个方程式的答案 是唯一 它可能有很多答案 当然很多的答案差别只差在这个函数 可是这个函数是一次方程式 仔细看 我们要主要解出来的fat 是要带到这边解硬力 而硬力都是微分二次 也就代表什么呢 我不管这个函数等于什么 它不会影响我的硬力值 所以我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对我们不管解出来的fat是什么 你后面这个 也就是它的常数好像比较多 可是这个常数不会影响你的硬力 所以没有关系 那我们一般来讲 你真的要解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是定义 随便选一个点 然后define fat 在这个点等于0 以及fat 对xyx2的微分分别等于0 我们就可以解除这个abc 你事实上你直接令abc等于0 也没有影响 反正我们再强调 因为这个函数 不会影响我的硬力 不会影响我的硬力 因为它是一次项 而硬力都是两次微分 那我们下面告诉各位 这个方程式怎么来 这个fat就我们讲的 是把平衡方程式跟compatibility整合 那前面再给各位回顾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compatibility equation 这是我们的compatibility equation 而这个compatibility equation里面呢 有所谓的sigma alpha alpha 所以 我们这边 先把前面的sigma alpha beta 先写成这边sigma alpha alpha 等于这个形式 就我们前面讲的 先拿硬力一边的sigma alpha beta sigma alpha beta 等于是两倍的 抱歉 sigma alpha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我的硬力跟那个 推迟方程合成的时候 sigma alpha beta 本来是等于 epsilon alpha gamma epsilon beta delta 然后乘上这个fat fat的那个gamma delta 再加后面这一些 让我把这个呢 贝打也改成α 就变成下面这一项 就变成sigma alpha alpha 等于epsilon alpha gamma 乘上epsilon alpha delta 乘上fat 乘上fat 再加上 那本来这边的 德塔 alpha beta 变成德塔 alpha alpha 德塔 alpha alpha 记得不是等于3 就是等于2 因为它是二维的 所以这边变成了 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epsilon alpha gamma epsilon alpha delta 依照我们第一章讲的 事实上 可以变成 delta的那个gamma delta 然后跟这个fat合在一起 又变成phit alpha alpha 而这个phit alpha 就是phit的comma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laplacified 所以最后 就会变成了 后面这个项 这个就是sigma alpha alpha 等于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子 带到刚刚的 把这个式子 带到刚刚的 硬力的compatibility 带进去 这是我们刚刚给各位看到的 硬力的compatibility 我们先把它 刚刚硬力的compatibility 的等号右边 本来是变成 这个body force 然后我们把potential function 带进去 就变成了这一下 这是等号右边 就把body force 带进我们的potential function 然后把刚刚算出来的sigma alpha 带进去 会变成下面这一项 就变成了下面这一项 变成了下面这一项 然后这一项呢 我们再把它等号 左边给盛开来 整理一下 最后变成了这个式子 这就是laplacing of laplacing 的fight 等于 后面的这一堆 那我们这边 有特别告诉各位 写给各位 看吧各位搞混 这laplacing of laplacing 就等于这个式子 实际上也就等于 这个式子 也就是fight 对x的四次为分 加上两倍的 fight对x的两次为分 乘上fight对y的两次分 再加上fight对y的四次为分 所以这一个 general来讲 我们现在就说的 fight的government equation 事实上就是这个 而这边呢 你们仔细看 这就是我的 因力边界条件 等号左边 事实上这个 等号左边的括号 就是sigma alpha beta 这就是sigma alpha beta 乘上n beta 等于我的 因力边界条件 所以我们真正要解的 通常二维平面 那个平面问题 我们要解因力的话 通常我们不是解 平和分析 和compatibility 回去 我们真正解的是fight 这就是illustrate function 随便让各位了解一下 如果你要做解析解的话 那最后 如果 我们忽略掉body force 如果body force 等于0 potential function 就是constant omega就是constant 那等号右边 这个微分项 就会等于0 那就变成 我写的这个式子 所以如果我们忽略 body force 我的government question 就变成 laplacian 或laplacian fight 等于0 这些 这些 只是让各位了解 后面最后 今天讲的这一点点 只是让各位了解 如果你是解 要用解析解 解平面问题的话 提醒各位 我们真正的 最常做的是这一个 想办法解这个 直接只有一个函数 就是解fight 这就iris trace function 好 这个结束了 我们这第四个小节 对呀 对呀